从体积和质量上来看,比太阳大的行星理论上是不存在的,但是天文学家们却发现了一个面积比太阳大的行星,你没有看错,就是面积比太阳大,而且大得多。 太阳是太阳系中质量最大的天体,体积可以装下130万个地球,质量相当于33万个地球,是因为太阳是恒星,通常恒星的质量都会比行星大得多,理论上讲最小的恒星,也要相当于太阳质量的8%才可以达到。 我们的地球距离这个数值还差得远,木星的质量相当于地球的330倍,然而它又想成为恒星,还要增加到自身80倍的质量。 所以行星相比于恒星,无论是体积和质量通常都差得远,但是在2012年的时候,天文学家们探测到一个巨型系外行星,虽然这颗行星的体积和质量没有太阳大, 然而它有一个十分巨大的光环,这个光环和土星的光环很相似,但是规模要大得多,如果把它套在土星上,那么我们在晚上看土星的时候,会发现它比月亮还要大好几倍。 这一行星被命名为J1407B,为造成海星J1407运转,距离地球420光年,它拥有30多个光环,总直径可达1.8亿公里,是土星环的200多倍。 如果把它放在太阳系中心,那么它最外围的光环实际上已经吞并了水星,并且逼近了金星的轨道,可以说比太阳本身乃自太阳的大气层,延伸所涵盖的面积都要大得多。 天文学家估计J1407B的质量约为木星的20倍因此,也有人认为它或是一颗黑暗星,推测J1407B诞生于约1600万年前,算是一颗年轻的星球。 天文学家们还在J1407B的光环中,至少发现了一个清晰的间隙,认为是形成卫星后留下的痕迹,这颗卫星的质量在地球与火星之间。 科学家们推测J1407B行星的光环在未来几百万年里会逐渐变后,最终凝聚成许多大的卫星,其过程和土星环形成卫星的过程类似。 这颗行星的光环非常巨大,但是其总质量也就和地球的质量差不多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